以股權轉讓的形式去扣入物業 除了可以節省稅項的成本之外 更加不受三年的轉讓限制 不過要申請按揭的時候 步驟和買過程都相當漫長 首先銀行不會接受以股權轉讓的形式去買入物業去做按揭 如果真的要申請按揭的話 申請人就要事先自行去扶清股權轉讓所有款項 到股權正式是申請人所持有的時候 銀行才會接受它的按揭申請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財務需要的話 坊間也有融資機構 就在股權轉讓之前可以提供過度性貸款 不過食口相對比較高 但留待正式股權轉讓之後 其實就可以轉到銀行那邊做一個低息按揭 最近我們收到一個相類似的查詢 客人透過股權轉讓的形式去買入物業 亦向一間財務機構借過度性貸款 息率都要18厘 在公息不供款的情況下 每個月的供款都要到9萬元 所以他一成功股權轉讓之後 成為公司的持有人 他急不及待 希望透過轉讓銀行做低息按揭 由於他是一個內地收入的人士 亦都提供不到原稅證 所以他自己向幾間銀行去申請的時候 那些銀行都拒絕他的申請 事實上 非本地收入的人士 每間銀行對於這些人的取態 都是不同的 亦都所需要的證明文件 亦都可能有差異 不過經過我們的幫忙之後 我們都成功找到一間銀行 去接受他的申請 亦都批出個按揭貸款 貸款額是600萬 而息口就是H加1.3里 他由原先每個月公款9萬多元 大大港幣每個月公款只是2萬多元 這個個案可以順帶提大家 其實非本地收入人士 如果他不能夠證明到有直系親屬 在香港居住的話 到時候按揭乘數就要扣減一成 而銀行對於非本地收入人士 所需要的證明文件 亦都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只能夠提供到 一些稅前收入的資料 很多時候銀行 都會要申請人提供一些 原稅證明 並且是用稅後的收入去計算壓力測試 而且不同地區的收入 銀行所需要的文件 都有可能不同 所以如果申請人要整理這些文件的時候 過程都是非常複雜 最好就找一些專業人士協助一下 令到申請過程更加流暢 至少